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中比较普遍的方法是收集胸口唾液样本 这个方法比较方便 主要适用于门诊病人 在家都可以做到 最好在早上起床之后立刻留炎 并且在拆牙朗口或者吃饭之前进行 首先要用简液或者酒精搓手液結手 确保戴好外科口罩 用力清出浪潭 之后脱下外科口罩 将淡淡吐进样本瓶里面 紧记不可以随便吐一口口水就算 将收集到足够脱液的样本瓶 盖紧擦干表面 将个瓶打直放入标本袋里面 洗手之后再将这个袋整个 放入另一个标本袋 另一个方法 是收集鼻烟喉咙咙色纸样本 主要适用于要入院的病人 或者一些不适合收集 深喉唾液样本的病人 例如是小朋友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医护人员会将收集样本的色纸 伸入病人的鼻孔里面 旋转色纸 过程中可能会有少少不舒服 喉咙样本方面 医护人员会用色纸在烟喉 或者扁桃线上收集分泌物 再将色纸放入病毒混书液里面 确保色纸不会变干 不论是用哪一个方法 收集到的样本都会送到去化验室化验 视乎拿样本的时间 最快6至24个小时之内有结果 自沙史以来 仰和一直做好感染控制措施 医院里面的负押病房是单向气流 在今次疫情里面 这些负押病房发挥重要作用 用来隔离怀疑感染 2019冠状病毒的病人 防止交叉感染 如果病人的病毒测试结果呈阳性 会即刻转介至卫生署当值医生 如果结果呈阴性 病人会继续所需要的医疗服务或程序